廣州法輪功學員曾慶楊、妻子鄧芳、妹妹曾若玲 在2021年4月9日被警察綁架、非法關押 曾慶楊的媽媽患心搞痛剛出院 老人家身心受到極大打擊 在6月22日凌晨突然重病昏迷 據明慧網報導 曾慶楊、鄧芳、曾若玲 被非法關押在天河區看守所2個半月 在5月15日左右都被非法批捕 4月9日廣州市天河區公安分局 石牌派出所警察同時對曾慶楊的店舖、住所 以及鄧芳的姐姐鄧如的住所進行非法查抄 將曾慶楊、鄧芳、曾若玲和鄧芳的姐姐鄧如 4人同時綁架 當日抄家時 警察還將曾慶楊的父親和兒子在樓下截住 不讓兩爺孫回家 曾慶楊的母親當時來廣州醫治 剛剛出院 警察仍然要將曾慶楊夫婦同事綁架 並拒絕跟他們辦理保釋 當時參與綁架的警察 還曾對曾家很害怕的父母做不錄 並威脅說不簽字就抓去派出所 曾慶楊夫婦的小兒子4歲 小女兒的 adoles嬰兒 曾慶楊父母7歲 母母70歲 住在廣東省梅州老家 並沒有退休金 目前家裡沒有任何收入 早宥幾人的基本生活都成為問題 三女曾若玲被綁架後 曾老太悲痛慢婚 加上要照顧個孫 心力交稅 6月22日凌晨突然重病昏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